謝謝曲友今天跳坑 然後已經今天有寫了一部分的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去司法院的裁判書網站上面去查到判決書 並且用什麼樣的網址可以被分享 例如說像你要是從司法院的網站的話 你直接分享這個網址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這個網址分享出去人家看不到 但是你從這邊友善列印網址 然後你把它複製下來 例如說像這樣 這個案子有一個友善列印 你按右鍵然後按複製 然後再把它貼到就是之前我做的那個陽春Parser 把這邊貼上 那麼這邊產生出來的這個網址就是可以分享的 這個人家拿到就可以直接看到這個單一判決 所以這是一個分享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分享的方法是 有另外一個網站叫做法源法律網 就是它是接下這個司法院判決書網站那個表案的場上 它自己做一個網站 然後那個查詢功能是比較好用的 但是它沒有這種單一網址可以用 所以如果遇到那種 你可以把這個就是這串文字複製下來 這串文字就相當於是一個法源判決書的一個ID 所以比如說像這邊 這串字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貼上 這樣子這個網址就是剛剛那個法源判決的那個內容 所以拿這個網址你就可以丟到Facebook 丟到PD上面就分享給別人 那今天也成立了一個叫做 來個判決書吧的臉書社團 然後英文叫做 Show me the croquet 然後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加入這社團 然後你只要對任何新聞有疑問說 這新聞的判決書到底是哪來的 這記者到底是怎麼寫的 你就是把那個新聞直接丟上來說 這個字號是什麼東西 然後下面就會有箱名 下面就會有箱名 這個高等法院判決在這個地方 然後那個 最高法院判決在這裡 那麼這樣大家以後就可以來這上面 然後透過這些內容就是可以去知道 所以這原始的判決在哪裡 我們可以有多一點去參考這個新聞 那麼目前還有幾個問題 例如說像那個 有的判決書字號它上面是用這種 102 所以我還沒處理 所以這個東西貼過去就會死亡 那時候會再處理掉 然後另外就是像剛剛這個網址因為太長了 所以直接貼在Facebook上分享會失敗 那只要破了譬如說go.go.go 這種導光子過去就沒問題了 那我這邊我也只會再加一個自己的導光子 然後讓大家可以就是看這個導光子 直接分享 所以就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個hypad上面也可以進來跳根